也备受舆论关注 而据港媒报道 大年初二当天 刘凯威与女儿小糯米 以及刘丹夫妇 三代同堂拉队往生外游艇会 吃开年饭 未见杨幂同行 下车时 刘凯威见记者在场 一脸愕然 问到他太是否反港过年时 他也没有回答 只晓晓说 新年快乐 多谢 这样的回应被媒体解读为 杨幂过年没回家 面对媒体报道 刘凯威罕见在微博上 做出了回应 2月20号下午 刘凯威发微博表示 过年的事情在这里说一下 只是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 记者过年加班虽然辛苦 但希望报道的话 还是把我们的回复说完整 此前我也回答过 会回来 回来了 而当时情况不方便 多做停留才没顾虑太多 以及后来同堪记者 也打电话给我爸爸 询问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客气的如实告知 回来了 我们一起去会所度了假 过年是家事 请大家不要刻意做文章